你知道最早的科学议题是什么吗?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 哲学家们就不停地观察周边的自然现象 除了研究物体的本质 以及观察物体的运动 其中最让人好奇的自然现象 就是天体的运动 无论是白天的太阳运动 还是夜晚天空中星星满布的情景 天体随着时间推移改变位置 使其成了最古早的一项科学议题 它帮助人类掌握时间的规律 定定立法 人们开始探讨天上星体的运动规则 究竟它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运动呢? 以地心说而言 人看到星星会以完美的弧线画过天空 但科学家观察火星的时候 在某一段期间 每晚午夜12点时 标示火星在天空中的位置 发现火星的轨迹竟然十分诡异 出现了逆行的现象 应该是所有星体都以地球为中心 并以等速率绕转才对 怎么会有这样离奇的现象? 这个现象一直到了西元14世纪 哥白尼提出日星说才有了解答 内容里提到 太阳才是宇宙中心 所有行星都绕着太阳运转 又因为地球与火星的绕行速度不同 于是便在某些时候 产生火星逆行的天文意象 根据这套论点 不仅可以解释 我们观察天体运动得到的现象 同时 行星的运动再次变回单纯的原形 这样的思维对日后对于科学探究 产生了极大的启发 再看看这张图仔细想想 为何行星绕行速度会有所差异 直到今天 我们都知道 宇宙中包含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星体 有恒星、行星以及卫星 首先 行星绕着恒星旋转 以我们所在的太阳系为例 太阳就是恒星 而这个星系里 有八个绕着太阳旋转的行星 如画面所示 再来 卫星绕着行星旋转 以月球为例 大约每30天会绕地球旋转一圈 是我们地球唯一一颗天然的卫星 这就是不同星体彼此的关联 为了厘清以上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个现象来进行直性分析 那就是相同的物体 在靠近太阳的时候 会受到比较大的万有引力 在这个位置 如果不跑得快一点 行星就会被吸得更靠近太阳 从以上讨论 我们可以推敲出 距离近的行星速率较大 而距离远的速率较小 又因为距离远的行星轨道 圆周长较大 自然就需要花费更久的时间来绕行一圈 因此距离最近的水星速率最快 而距离最远的海王星周旗较大 我们也可以利用过去的物理相关式 来对行星的运动做更深入的量性分析 从星体受到的万有引力即为向心力 这个概念出发 万有引力 F为GMM除以R平方 而向心力MAC 可依照想探讨的物理量 表示成不同的形式 例如我们想探讨行星运动的速率 可以将向心力描述成MV平方除以R 接下来 我们将万有引力的关系式 和向心力相关概念连结 得出行星运动的各种物理量关联 要注意 虽然这里列出来的公式里都有R 但它们代表的意义不同 分别是距离与半径 然而巧妙的是 在一般情况下 太阳的质量都远大于行星 被绕转的太阳 不会因为行星的影响 而有明显的位移发生 因此我们可以把太阳固定在 圆形轨道的圆形上观察 此时代表距离的R 会等于代表半径的R 我们将上世中的R 看成相同的值 接着将柿子中的V 一向并独立出来 就可以得到速率V 和距离半径的关系式 以上的柿子 适用于行星与卫星 只要绕转的对象 质量远大于自己 都可以使用 了解这些公式 也能帮助我们更了解 行星或卫星飞行的一些规则 假设今天可以忽略阻力 我们用力地在地球上向前丢出一颗石头 石头速度要多快 才可以不坠落地面 贴近地球表面做圆周运动一圈呢 我们把地球的质量级半径 带入速率公式里 可以得到速率将近7.9 乘以10的三次方公尺每秒 只要超过这个速率 丢出去的石头 就再也不会落地了 又或者 我们来实际计算地球绕行太阳的速率 把地球绕太阳的平均半径 太阳的质量 以及地球绕转半径 带入上述式子 得到速率为29.87公里每秒 你能想象吗 我们正跟着地球 以将近80倍因素的速率 绕着太阳旋转呢 有没有想过 人类知道了这些概念 能带来什么样生活上的改变吗 在上个单元中 我们曾经介绍过不同种类的卫星 其中有一种同步卫星 它的轨道周期与地球自转周期一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需要把卫星送到距离地表 35,793公里的高度才可以 那么这个高度究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让我们从前面学过的概念推导看看 当人造卫星绕圆周运动时 若要知道它的绕行周期T 也可以利用绕一圈的圆周长2πr 除以它的绕行速率V 也就是T等于V分之2πr 带入速率公式 V等于根号R分之GM 可得周期T等于2π根号GM分之R的三次方 而除了用万有引力与向心力的概念来分析 我们也可以从柿子中看到 半径越大的星体周期也会越大 在这条柿子中 我们将一天所经历的秒数 万有引力常数 以及地球质量等数值带入公式中求解R 可得到同步卫星的旋转半径约为 42,150公里 再扣掉地球半径 可得实际距离地表 约为35,793公里 这个数字就是利用上述的公式计算 并考量其他物理因素 细条修正而来的 这让科学家在发射卫星时 更能准确地知道 卫星发射该达到怎么样的目标 而现今 同步卫星不只能帮我们传输通信讯号 作为电视广播应用 还能进行天文观测 这些功能 确实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了 你说对不对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过去的人们曾相信 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 但行星逆行的现象 让物理学家们最后发现 以太阳为中心 星球的轨道才会更为和谐单纯 太阳系中的行星有八颗 绕着太阳旋转 而绕着行星旋转的星体称为卫星 由万有引力提供向星力的概念深入分析 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 星球做圆周运动时的速率宇宙旗 今天我们介绍 宇宙中的星球 以圆周运动绕其他星体 所具有的规则与物理关系事 但实际上星球的运动不见得是理想的原型 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和太阳距离为R的星球 飞行速率不满足做圆周运动所需要的 根号R分之GM 那么这个星球的运动轨迹 可能会是什么形状呢 答案不止一种哦 我们会在后续的影片详细说明 下次见咯 拜拜